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苏联接地后一直是俄罗斯拉罗的对象 俄罗斯想将中亚打造成自家后花园 但未能如愿 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苏联 称苏联当年将俄罗斯大片领土 划给哈萨克斯坦 纯属作茧自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苏联将俄罗斯领土划归哈萨克斯坦 真的是作茧自负吗 实际上真要说起来 别说是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土地了 整个中亚五国在苏联 1924年重新化解之前 都是俄罗斯的领土 俄罗斯这个民族被外界叫做战斗民族 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斗力 也是因为这个民族本身 其实充满了侵略的欲望 从13世纪末 只有欧洲莫斯科附近小片区域的 莫斯科大公国 发展到今天世界领土第一的大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个国家都走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 在19世纪 沙俄再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之后 将扩张的触手 正式伸进了中亚地区 其实沙俄对于中亚的规规 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开始了 1717年 彼得大帝派人攻打西瓦韩国 结果大办而归 当时他就指出中亚是关键门户 要求一定要征服这片地方 至少要控制住 这种指导思想 得到了后世沙俄君主的坚决落实 从19世纪初开始 俄罗斯与波斯英国等国 展开了中亚的大博弈 通过战争外交和殖民等手段 逐步吞并了哈萨克韩国 布哈拉韩国 西瓦韩国 科克昂德韩国等中亚诸国 中亚各国当然也进行过坚决的抵抗 土库曼地区的中亚人民 一度给沙俄造成过严重的打击 军队都不想再进攻 还是沙皇强令骨气才继续行动 但是在沙俄的兵力和重武器 双重优势之下 中亚各民族到底是无力抵抗 沙俄在1895年 成功完成了对于中亚地区的征服 那么中亚这边地区 后来又是怎么独立出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苏联1924年的民族化界了 由于沙俄人口有限 没办法靠本民族掌控这些地区 所以虽然将这些中亚国家 都纳入了领土范围 但是也不是全部是直接将其 化成沙俄的某个省的 有一些领主比较实相的 比如说布哈拉埃米尔国 是以藩属国的形式加入的 在十月革命后 苏俄成立了一个工农政权 但是这些地方的领主反对社会主义 苏俄得到消息之后 就派红军南下援助当地的苏维埃政权 经过了两年的斗争 才让这些地方的政权 归了当地的苏维埃 由于中亚民族矛盾较多 为了稳定局势 苏俄驻留的红军 于1921年鼓动了三月事变 改组花辣子摩政府 引发了其他中亚共产党团体的混乱 左翼人士对支持民族主义的右翼 展开了清洗 右翼中则有人叛逃 成立反苏政权 苏俄中央投资之后 认为需要采取措施 于是在1922年 将这些地区都以州的形式 吸纳进了苏俄 这件事情发生还没多久 这年年底 苏俄与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 成立了苏联 苏联瞬间成为了一个联盟国 于是本就对沙俄曾经的侵略 有所不满的中亚地区 就有点蠢蠢欲动了 我们能不能独立建国呢 正好在这个时候 世界各地 尤其是亚欧大陆 兴起了民族主义的潮流 于是在1923年 曾经的托厥斯坦 布哈拉人民苏维埃 和花拉子摩人民苏维埃的议员们 就提出中亚化解的问题 当时的苏联政府同意了 因为中亚地区矛盾不断 不是他们所乐见的情况 如果化解能够化解矛盾 那有助于巩固政权 这是一件好事 俄罗斯联邦也没有太大意见 虽然这些地方 被从俄罗斯划分出去了 但都是苏联的土地 而且俄罗斯在苏联有主导地位 所以没反对 于是苏联就开始了 民族化解的工作 在这次化解中 他们不但把原本分好 几次吞并的哈萨克地区 全部化在了一起 还把几个原本属于俄罗斯的州 也一并化给了哈萨克 令哈萨克成为了中亚第一大国 苏联会对哈萨克这么慷慨大方 并非偏爱哈萨克 他们这么做 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最先被决定 要化归哈萨克的 并不是俄罗斯的那几个州 而是原本属于乌兹别克 和吉尔吉斯的大片领土 这两个民族一度在中亚称雄 苏联处于打压目的才这么做的 除了把部分领土化归哈萨克以外 苏联还从乌兹别克斯坦中 分离了出来 塔吉克 这样一来 这两个民族成功被削弱了 但是哈萨克因为苏联的这一划分 成为了中亚第一大国 但是这时再拆分也不合适 容易引起哈萨克人的不满 于是苏联就想办法切断 哈萨克和外部的联系 哈萨克民族和蒙古是兄弟民族 原本曾经是接壤的 但是蒙古不是苏联的加盟国 所以苏联想了想 不能让两家挨着 于是苏联把哈萨克和蒙古接壤的 一块土地画给了俄罗斯 为了补偿哈萨克斯坦 苏联又把俄罗斯临近的哈萨克五个州 都划分给了哈萨克 就这样 哈萨克的领土面积得到了又一轮扩张 不仅如此 苏联搞民族迁徙的时候 也没少把其他民族的人 往哈萨克斯坦迁移 总之就是想办法降低 哈萨克本民族人 在该加盟国的人口比例 然后在教育方面 苏联只用俄语教育 希望能够加快民族童话的速度 不过 除了童话这件事 苏联在其他方面上 都没有亏待哈萨克 苏联着力帮助哈萨克发展工业 农业 并且在这里部署了大量先进武器 以保证地区安全稳定 在苏联的帮助下 哈萨克人逐渐有了归属感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 哈萨克组建了14个步兵师和骑兵师 7个独立旅 一个高炮团 12个工兵营奔赴前线 保卫苏联 其中不乏知名的英雄部队 应该说 如果正常地发展下去 情况会如同苏联高层所期待的那样 哈萨克顺利被俄罗斯同化 成为苏联最坚定的支持者 毕竟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 哈萨克境内的俄罗斯族人 占比已经超过了哈萨克族人 而在文化方面 境内人口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 已经超过了哈萨克文化 据统计 当时哈萨克境内超过60%的人口 只会说俄语 就连哈萨克族人 也只有不足三分之一通晓母语 而在大城市中 通晓哈萨克语的人口 更是已经不足1%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苏联当初搞化解的那批人 肯定没有想到 苏联经过戈尔巴乔夫 和叶利钦的一通操作 竟然在1991年 就解体了 苏联解体后 各个加盟国自然 也就成为了独立国家了 然而这个时候 俄罗斯族对于哈萨克的同化 是一种不上不下的程度 虽然哈萨克已经被同化得比较严重了 但是哈萨克本族的民族认同还是比较强的 即使是不少人 已经不会说母语 只会说俄语 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哈萨克人 而不是俄罗斯人 不过 国内俄罗斯族人太多 比例甚至超过哈萨克族人这件事情 也确实令哈萨克政府感到了担忧 这件事情处理不好 对于国家稳定 会是很严重的问题 哈萨克政府一边安抚俄罗斯族 将俄语和哈萨克语同时定为 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 以便想办法增加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 在政府的主导下 哈萨克斯坦效仿以色列出台了移民法 号召世界各地的哈萨克族人回到故乡 支持祖国的建设 同时 他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鼓励本民族的群众更多的声誉 以增加本民族人口数量 在哈萨克族人口有了一定的上升之后 政府还将首都由阿拉姆图迁到了北方 俄罗斯族人口聚集的阿克莫拉 以吸引哈萨克族人更多的来到北方定局 同时 对于国内想要回到故乡的俄罗斯族人 哈萨克政府提供了许多帮助和补贴 俄罗斯族中 最新向俄罗斯的一批人 在哈萨克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干脆选择回到俄罗斯 到了1997年 哈萨克重新调整行政区划的时候 已经能够令新设置的14个州中 每个都是哈萨克族人占据主体地位 就这样 哈萨克政府成功稳住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虽然俄罗斯与哈萨克之间 仍然有着众多合作和深切的友谊 但是想要哈萨克并入俄罗斯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此 在俄罗斯议员提出 要求哈萨克归换领土或者并入俄罗斯时 根本没有什么人认可 当事情的发展传出之后 就有人觉得 苏联当初的做法是 坐简自负 平白让俄罗斯丧失了大片领土 这么说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 但是也确实是看清了苏联 苏联当时进行的调整 也都是符合苏联发展的需要的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 他们确实需要哈萨克 作为他们的大后方 而且苏联的种种举措 也确实加强了民族团结 哈萨克对苏联的认同很强 是最后一个脱离苏联的国家 谁都不会想到苏联最后会落的 解体的下场 即使是算计了苏联的美国 在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时 也曾经表达过感到意外 而且他们的种种行动 即使在今天看来 也不算完全白费 毕竟曾经的沙俄作为侵略者 在中亚地区拉满了仇恨 可是如今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关系 却是亲密友好 这种友好关系 对于俄罗斯也十分重要 两国对此早已经达成了共识 个别人揪着过去不放 并不会影响主流声音